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歡迎收看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房地產的專家 四位 大家好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房地產的專家徐嘉欣 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包租代管的業者陶笛 大家好 我是陶笛 好 那陶笛寫了兩本書 一本叫做買房也買自由 還有一本書叫做不買房 也可以當房東 等於再來請教你 謝謝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財經專家郭立芳 哈囉 我是立芳 好 立芳其實是政府應該頒獎給他 因為生了四個 現在要生四個要很有勇氣 真的 對不對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律師 是蘇嘉宏 蘇律師 侯英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有房 煩惱多 好喜歡這種煩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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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敗人羨慕的煩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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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個女網友她在買房知識家 A 你的Q 就 answer你的question 那發文 她說媽媽過世以後呢 把舊家留給她跟弟弟 姐弟倆呢 也說好要把房屋租出去 他們就收房租 大家對分 可是呢 直到前一任的房客不再續租 他就打算自己搬進去住 沒有想到 姐弟就鬧翻了 那請教一下蘇律師 他們是怎麼鬧翻 他們是這樣子 其實他的媽媽過世之後 他又留一棟房子 那留了房子之後呢 那他登記在他跟他弟弟名下 媽媽的房子是收租房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出租之後 就收取租金 那原來就有一個租客在裡面 所以他們就一直收租金 那收到租客說租其見嘛 這個妹妹 姐姐 姐姐說那這樣 他既然房客他要不租了 那我去住 那我去住 所以他就跟弟弟講說 那我去住好了 我去住在裡面 弟弟說 姐姐你要住是不是 可以啊 租金要照付 姐姐說 開什麼玩笑 住我們家房子 住我們家房子 幹嘛要付錢 弟弟說不是這樣 你就是要付租金 本來你 人家有人在租 你現在不是在住 他們就吵翻了 因此就鬧翻 本來一個有房子 大家很開心 結果依然就鬧翻了 鬧翻之後沒想到怎樣 他爸說 他爸爸在 你們還吵什麼吵 住不住 不是你講就算 所以他爸爸火大了 就把房子賣掉 他就 對 那所以這時候 可能產生論戰了 就是說 那有人說 奇怪 他爸爸怎麼可能賣呢 不是說 好 是那個 是姐姐跟弟弟持有 爸爸怎麼可以賣 是這樣 那有人有另外一派說 對啊 你的姐姐也不對啊 那姐姐 你這個房子是 你跟你弟弟假設共有的話 那你今天要去住的時候 你弟弟本來可以收租金 現在沒辦法收租金 那你本來就應該給 是應該這樣 所以那個 那個姐姐最後很後悔 因為他爸爸賣掉之後 他就覺得 早知道我就 我就搬進去住 管他什麼租金 那我就 那至少我最後留有那個房子 先住再說 那對 他就有點後悔 所以 你覺得說 這個姐姐應該要付租金 給弟弟嗎 理論上是要 因為屋主是誰就給誰 理論上 實際上是用 因為他們是共有 對嘛 實際上是用賴的 我老公子 你給我收租金嗎 然後你才說 要這樣結結錢 我老公子 小時候我也是 巴斯把尿長大的人 我手上 你當初小時候 那個沒穿衣服的照片 你要不要拿出來 姐弟可以這樣子 開玩笑的威脅 然後就是 最後就不收 當然可以用親情來去趕話 可是通常會吵架都是有錢 然後從房子開始 我一個網友就是這樣 他說 他問我該怎麼辦 他哥哥早一點成家 就在中和買一間房子 但爸媽給一點錢 就買到中和的房子 好啦 沒事 沒有話說 結果他也要成家 那後來就 那時候錢比較多 就買到台北市中山區的房子 都是老房子 那買完之後哥哥不爽了 為什麼我是中和 你是台北市中山區 都有中啊 對啊 都有中嘛 可是房價差很多 所以後來本來是家庭合二的 就因為爸爸好心買房子 給兒子兒子 然後就開始吵架 所以這個家就破掉了 其實這真的人家講的 不換寡 換不君 說起來 這位姐弟 他們家如果沒房子 可能也不會感情破裂 對不對 因為一個房子 一個租金而已 兩個感情破裂 該不該付 姐姐該不該付 租金給弟弟 我們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真的要像 十位剛剛講的 房子所有權利是誰 那一般的話 你住在裡面 你本來就是應該要有 這樣子的租金 或者是說 至少有一個維護的費用 可能提供給屋主 他要佼佼房屋稅 佼佼地價稅 房子修 壞掉的時候 有一些修繕 所以我們食物上面來說 像這種 如果通常爸爸媽媽 有一點遠見的 他可能在就是往生之前 他就會一般都是 台灣人都是兒子拿房子 你拿錢 可能房子早就過給兒子 你這個就有自知之明了 有 我們看很多 所以這個是有一些事 是這樣 他比較麻煩的是說 如果可能不小心 就是沒有預期到 可能人走了 人走了之後大家兄弟姊妹共同持有 這間房子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說起來 本來這間房子 假定兩個姊弟共有 租人一個月兩萬塊 所以弟弟分一萬 姐姐分一萬 對不對 那弟弟現在你姐姐 你去住 我就不一萬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姐姐應該說 你本來就要分一萬 這樣不就等姊弟 你就知道我沒那麼好 我給你六千這樣好不好 這樣會不會是比較 好一點的方法 我覺得不會 不會啊 六千跟零 還是要多六千 那你要看說 兩個人的收入誰比較高 如果今天弟弟一個月賺十萬塊 姐姐只有賺三萬塊 你覺得他這個六千拿出來 那弟弟 那姐姐賺十萬 弟弟賺三萬 那如果姐姐賺十萬的話 那如果他比較貪心一點 他就還是不給 因為這個房子 我從小住到大的 可是這事情我覺得 跟那個錢賺多少有沒有關係 沒有 不是太大關係 跟他個性比較有關係 有人賺錢賺很多 還不是上香氣教藥 對啊 你姐姐你要不要付 他是女兒耶 不是 對啦 我是說 如果你是姐姐你要不要付 我跟我弟的話 我覺得我弟的個性 他應該不敢跟我爭 不敢喔 他不是不要喔 你看嘛 他是不敢喔 可是我覺得他 那你就是威權政府喔 真的 他心裡可能也會覺得 不是很公平 但如果我要這麼做 他可能不會跟我爭 為什麼他不敢 因為他從小是我帶大的 你看嘛 開膽褲就拿給你看啦 裡面真的有他的照片喔 是啊 但是我覺得 其實在國稅局 你那時候幾歲帶他 他從出生開始 我那時候 因為我長他七歲 我自己也是還在念 小學的時候就帶著他這樣子 對 以前國很高興 以前如果多七歲 如果要打膽工 要米小槌 對啊 都要背著弟 真的喔 弟弟會哭 馬上被人家發現 只是理論上就是 其實也有案例就是說 國稅局那一邊 他在查稅的時候 然後他發現 也是兄妹共同持有 但是只有個個收到錢 然後他就一查說 不對 這產權有兩個 所以如果你有租金收入 應該是要平攤 其實國稅局的邏輯 也是這個樣子的 對 立芳呢 我覺得是應該要 要付的 要付 公平 我贊成你 我贊成你 我也贊成 兩個人共有 那當然洪宜大哥說 我可以少付一點 因為我們有就是 那個姐姐的 這經濟狀況不太那麼好 對不對 我們又姐弟 然後你也幫我一點忙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對啊 而且大家要考慮的是就是說 現在共有 覺得大家關係還好 你現在就把關係打壞了 不好意思 就是這個例子 當然就是爸爸 就把房子賣掉了 那萬一如果他沒有賣掉 未來是姐弟還是要繼續共有 接下來如果這個房子 再傳下去 就變成例如姐姐也有結婚 兩個小孩 弟弟也有結婚 兩個小孩 就變成四個人 這個很複雜 其實我們經濟裡面 就會有那種 從古早爸爸那一代 留了土地或留了透天出 那一樣嘛 就是大家就覺得 反正就是均分 分分分 那一代每一個生的小孩 那個龐溪月月都到現在 基本上 分很複雜 又分很少 然後那個土地 那個房子要去處理 去處分 根本無法處分 對 因為年代久遠 年代久遠 還有這麼多 你有十幾個共同的所有權人 請問你要怎麼去擺平 真的 對 你跟我弟弟 我有 跟他一樣差七歲 也是一樣 我從小帶他 就我就把他當洋娃娃養 就是灌他喝牛奶 然後就帶他 然後就留著鼻涕 就跟在我屁股後面這樣子 所以他應該也不敢跟我說 真的 讓他沒這個膽子 好 他是不敢 不是不要 不要忘記 萬一他有一個老婆 就不一樣了 這世界就改變了 目前還好 未溫 不是 老婆就會說 老公 你要去爭 那個姐姐很有錢 這是我們的權利 怎麼不爭一下 我們找蘇律師 一萬 對不對 你看十位那種 是不是適合挑撥裡面 好適合 因為通常家庭可樂 有時候是外人會有一些 內心不公平的 會敢講出來的話 對 因為我們也有姐姐 那如果姐姐長期 欺騙我們的話有沒有 所以是從小 長大了之後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那我們先休息一清晚吧 爸爸看到這個姐弟這樣彎 蓋起來 怎麼賣掉 哇 都不適合 可是爸爸怎麼有權利賣掉 他們兩個人持分的房子呢 其實我們覺得這裡面 應該有一個問題 其實應該他爸爸應該搞不好 有三分之一的持分 因為他是他媽媽過世之後 他們才繼承這個財產 那他爸爸也在 他跟他弟弟 所以應該 理應上 應該是三分之一 所以他爸爸依照土地法的規定 這兩 對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人 就可以處分掉他那個財產 所以大家就猜想說 這個可能是爸爸有持 有一部分的產權 所以才賣掉 而且從這個案子裡面 如果說今天 以我們來講 我們一般在外面的人 都對 依照法律來說 這個我們是弟弟 有產權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不管怎樣 我們租金也要分他一部分 如果是我 我當然也會付 可是這個 為什麼這例子有點蹊蹺 讓人感覺到有一個字 他裡面提到說 他爸爸住新房子 他們是住舊家 這叫舊家 那我這樣請問一下 那這個姐姐本來是住哪裡 我猜是 本來是跟爸爸他們住在一起 這個新家買的時候 也許是這個 他的弟弟的房子 所以這個姐姐就覺得 你看 你們現在的房產 都是可能是弟弟的 現在媽媽這一戶 我是有共有一部分 所以他想要去 把他佔有這個感覺 所以他心裡有一點說 好像為什麼在 有點男女不公平 雖然有這個房子 應該是 應該弟弟有買了 或者說爸爸這邊住新房 這個舊房子 給我住不是比較好嗎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法律的問題 所以他用情感上去處理 讓他辦法出手 所以背後有一些這樣的討論 這個姊姊 如果比較少人 就說他會住住的 都沒有付租金 這後面的弟弟 想要處理 處理我們這個房子有困難 也會有一點問題 因為 因為他也是共有人之一 所以一般共有人之一 每個人都可以進來使用 他如果說今天 法律預算要說 你不能排除他弟弟 他弟弟要進來 我就讓你進來 沒關係 那這個姊姊也可以說 我就不願意搬走 也是可以這樣做 是喔 對 而且 如果姊姊乖乖進來的話 那也好好的付租金 有一個好處是 如果今天爸爸還有 也有持奔 爸爸總有一天會不在 所以最後他房子的二分之一 一定是姊姊 這個會有握有 所以這個法律上 也要稍微想一下 好 那這個臺灣現在房地產繼承的數量 正在大量的增加 根據內政部統計月報資料顯示 二零二二年的前十一個月 累計繼承 記住這叫繼承 移轉的動數有六萬四千動 創下歷史新高 那麼去年一整年大概會達到七萬棟 然後這個十五年來 繼承的數量都在翻倍成長 那就是因為這個早年 我們生育的數量很多 然後現在長輩慢慢的就凋零了 凋零了以後 房間當然要繼承這些子女 那二零二一年 我們國人的平均壽命是八十點八六歲 剩八十一歲了 男生呢 七十七點六七 四十五歲 變七十八 女生八十四點二五 也就最難 男生女生他差大概八歲左右 那麼發生繼承的時候 因為你要後一代 後一代也多歲了 後一代大概也都五六十歲了 然後這個時候 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二二年 現在是二零二三年的七月 所以他還沒有統計出來 那到二零二二年的前十一個月 大概接近六萬四千件 你看都在增加 先請教一下嘉欣 為什麼不斷增加 一個是當然就是高齡化之後 可能有一些長輩往生了 那長輩往生的時候 而且這幾年 坦白說新冠疫情下來 有很多長輩離開 那他們離開了之後 就會有一些財產需要去做移轉跟分配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幾年公告 土地公告限制調得太快 所以有一些家長 他本來想要生前把房子移給小孩 土地增值稅一算 哇不得了 我之前有幾個個案 他土地增值稅算起來七八百萬 沒辦法移轉 那怎麼辦 所以沒有錢去可以去繳 沒有辦法去繳嘛 那他就只能夠等繼承 那繼承處理的話 因為你繼承取得沒有土地增值稅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哇我節稅考量真的真的沒辦法 反正房屋的那個價值 其實你大概有也多數會是在那個遺產稅的這個範圍裡面 免稅的範圍裡面 所以有些是這樣子去做處理 OK 那說實在的人 譬如說長輩老三間住 是 那三間住價值不可能一樣 那可是要評分給這些小孩 要怎麼分 我那時候有一個朋友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長輩蠻聰明的 他的問題是說 他有兩間房子的價格一樣 就是一千一千跟三千 然後他要退休 他現在住在三千比較舒服的房子裡面 然後一千一千的是兩個小孩子先個別住 然後最小的跟他一起住 那後來就想說他是不是要先來處分這些房產 因為年紀也大 然後問我 我就跟他說 你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兩個 兩間價格都差不多 你可能就一人一間 那剩下這個怎麼辦 因為你那一間比較多錢 所以你要不要先給他們一千萬 讓這個小的去買 小的他去買一個一千的房子 那我也有一千萬 他就在徵代或什麼出來 這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他可能找了蘇律師 到時候遺產的部分 有一個部分現金可能先給 多出來這個一千萬這個現金 給這小孩子 那如果說真的感情不好的話 我們是有看過很多間 就是一起賣掉 大家分現金 特別是像我們自己食物上面在處理 這幾年什麼東西 賣方什麼樣的狀況賣得最快 爸爸肚罩 爸爸剛走的房子賣得最快 因為三個兄弟或兩個兄弟 你怎麼知道你這個哥哥 你這個弟弟 現在是不是現在要跟你賣 以後還要不要再跟你賣 那我們也最怕有一種就是 他是天邊孝子 但又覺得台灣房地產很好 所以他怎麼樣都覺得賣得很便宜 所以他一定賣太便宜了 他一定要有一個價格 他才要賣 他才要賣 所以就搭著卡在那邊 那這個就是如果兄弟姐妹之間 有一個人經濟狀況 可能特別沒有那麼好 他對價錢比較堅持 或他對市場比較不了解 那那個賣起來真的比較慢 但是如果說他想要趕快去做運用 那那個速度就很快 請教一下蘇醫師 這三個這三個是兄妹 兄妹 現在要搬財 搬了一間房子而已 但那間房子比方說價格五千萬 是 五千萬 這個不真兒子 我大小 大小就不是 我兒子 大小就 我龐香火 我姓這個姓的 你就大小 對啊 薦錢 那火還是兒子 房子喔 房子就扣給小孩 打烘啊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分散 會 如果說今天大兒子 他本身有債務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如果說今天 假設是我是他爸爸 我過世之後 好 你真的比喻 先叫一下 這一句才是重要的 我真的要想說 如果我不債的時候 我不債 我不債 我有這棟房子 那因為他有欠錢 如果說都沒有做任何處理的時候 他們都各自繼承三分之一 每個人三分之一 他這個三分之一的 他債主就會追上來 把我這房子查封拍賣 他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地方 那整棟房子就已經 就變沒辦法 而且你會說 律師 哪有人真的是三分之一嗎 他真的 就是他們真的三分之一 你拍賣的價格很不好 我告訴你 現在有個新的玩法 流行 三分之一就是有人要買 為什麼 他買就是我是三分之一 就 他就賭我們兩個 對 他就賭他們兩個 你看我認三分之一 我跟他不認識對不對 我買到了 你們給我搬出去 不然你給我 就來找問題 就給你找問題 所以三分之一 有人是要買的 跟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那個很厲害 現在很多這種東西 需要特別注意 那所以如果碰到 家裡有人欠債的時候 一定要事先做安排 因為家裡有人欠債的時候 你說怎麼避 一般的避法 一般人避法 這個我們律師不太建議 但大部分都這樣做 就說兩個姐妹講好 他們兩個繼承 未來給他好處對不對 可是這樣事情有時候 要嘛就黑吃黑 要嘛不認帳 要嘛什麼 就有很多這個問題 他反悔怎麼辦 他反悔怎麼辦 就是妹妹 就是說妹妹兩個人繼承 他不要 所以他賭這兩個人 會趕快賣是不是 對 他沒有 就是如果說 因為十位欠錢 十位欠錢 然後他欠錢的時候 剁小子 小子被剁掉的時候 他欠錢 所以這情況下 他不能繼承 那他只要拿到三分之一 他不是那個三分之一就沒了 所以他會先跟他們姐妹講好說 這樣我不要繼承 我拋棄繼承 你幫我繼承 你們兩個幫我繼承 之後給我 給好處給我 那原則上 大部分這樣做 可是危險是可能 這兩個人如果不認 我這樣 我有講嗎 可是你寫下也不對 你寫下說他們 這人看給我沒證 不是 這有時候不是這樣 真的 我們碰到太多就這種 有時候很難預料 他又沒有登據 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實是這樣 如果碰到孩子有 第一個他一定得拋棄繼承 不然這一定沒夢到 第一個要拋棄 第二個 如果十位有孩子的情況下 可以寫遺囑說 爸爸就 阿公給他的孩子去繼承 那這樣他孩子自然會照顧他 所以這狀況是比較好 那最重要還是他自己想辦法 把債務還清 那個十位想要三分之一的所有權 這個事情誰會知道 外人怎麼會知道 一定會知道 現在查都查得出來 現在因為人過時 現在電腦都連線對不對 所以他未來 所以有專門在做這種的 有專門做 而且銀行通常會 不是在繼承 你在分財產的時候 你要寫一個財產分配書 然後送到那個政府的系統裡面去 所以系統常常被人家外洩 或是被人家拿出去 或是裡面的人賣給外面的人舌集團 資料就出去了 所以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很透明的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起來有點複雜 可是老實講 這是在我們生活上很食物的問題 這個立方這裡也有一個故事 是老先生過世以後 對 也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 那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說更衡要老先生 因為上一代真的生比較多 那我算是古代人這樣子 他就生了四個這樣子 好 那四個之後 因為三個哥哥姊姊 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 有結婚 那所以他們就是各自在外面 有住自己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 你這麼算生四個就算古代人 你知道嗎 魏晉南北朝 不是有一個 不是有宋奇良辰嗎 那個陳宣帝光兒子生幾個你猜 但是他是後宮有很多 家例三千吧 他光兒子生了四十八個 天啊 女兒 他的女兒跟兒子各一半 所以他的小孩大概一百個 人家是 你那來我們逃的老錢 不賣你 真的很賣 你四個算什麼 是是是 好 那回到這個老先生 他已經生四個 那這個呢 就是上面的三個哥哥姊姊 就各自結婚 有在外面有住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家庭 那就是說這個小弟弟他沒有結婚 所以他就住在原來的這個房子裡面 好喔 那這個時候來了 就是說我們每一年 不是都是要繳稅嗎 什麼房屋稅 低價稅這些 那這個小弟就主張說 這個房子大家都有持份 所以你們每個人哥哥姊姊 應該都要一起來負擔這樣子 可是三個哥哥姊姊就不送 就覺得你是住在房子裡面的人 那也沒有多少錢 你還要跟我們計較這麼多 地價稅 房屋稅其實有限 對 你還要跟我們計較這麼多 可是弟弟就覺得說 他可能為人就比較計較一點 他就覺得說本來就應該 既然是我只有四分之一 我應該就只要繳四分之一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時候沒得 就是就開始吵架這樣子 那哥哥姊姊就覺得不公平 因為你住在裡面 老實說你也沒有付我們什麼住金 那你就當自家的房子 老家留下來的 那自家你住 住了這麼多年 然後你還要跟我們要這些小錢 對 就覺得很不送 這樣子 不送費 沒有 就是就是吵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有點不開心 那後來就是說 那要不然就是說 你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我們來付 那要不然我們就是主張 哥哥姊姊就來主張說 那要不要把房子賣掉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就是說 這個房子賣不賣的問題 有誰可以主張 因為畢竟他們是四等份 就各四分之一 那如果這三個哥哥姊姊 都同意的話 那代表他們已經佔了四分之三 那這樣就可以去處分賣掉 因為房屋稅跟地價稅不繳 其實只要大家分 一個人可能分不到一萬塊 對不對 好啊 我告訴你 我找蘇佳鴻告訴你 蘇佳鴻賺五十萬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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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你這邊還有一個故事 是兄妹三個人 繼承一棟房子 對 好 這個就是一樣 就是這樣子大小孩 那大小孩就是爸爸媽媽 就真的比較偏心 但是現在我覺得是大家 因為就是可能電視新聞 也看很多了 所以這個兩個妹妹 自己有自己的主張 所以這不可能說 完全放棄 因為前一代可能會拋棄繼承 可是現在年輕人 怎麼可以跟你拋棄繼承 但是比較重男輕女的 這個家庭 他就變成這樣 就大哥沒關係 大小孩 我就讓你繼承一半 剩下的五十趴 就給兩個妹妹這樣子 好 那這個問題來囉 這樣子弟弟妹妹 他想要把這個 這個房子賣出 可是他只佔十分的五十趴 那只要大哥不肯賣 那這個房子就是沒有辦法處理 不會 剛剛不是有講 要專門有這種 要超過三分之二 要超過二分之一 超過二分之一 人數跟比例要超過二分之一 或是假設你不管人數 你一個人超過三分之二也可以 不是 我意思是說 你剛剛不是有一個人 對 專門在 有現在已經 有專人在吃這種 就是對 可以 可是這個是 賣十分 那是賣十分 那他剛剛講就是說賣全部 對 他沒有 他要賣 賣十分 弟弟跟小妹想要賣 他們自己百分之五十啊 對不對 對 可是賣了以後 賣十分可以 對啊 可是問題是 這也要有人知道 因為通常他們是需要被知道 人家才要來做這個 那剛剛那個是因為已經進入 重要可能法拍的程序吧 是這樣 看這個他說要想要 把房子賣出家 他是要賣整棟房子的話 就必須要三分之二 或者超過二分之一 那如果你要賣自己十分 我現在十分 我就算十分百分之十 我也可以賣 也可以賣出去 那你 例如說我賣個正大哥 我這個房子十分之一 他願意買 我十分之一就過給你 他就用十分之一 他是可以賣十分的 那哥哥占五成 弟弟妹妹也占五成 對 那這個 如果我相過 誰講的算 就沒辦法 四君利敵 因為都沒有人超過一半 沒有超過一半 人數沒有超過一半 他們就會僵局在那 所以不能把整棟賣 我們剛剛講說 你超過一半 持有超過半數 假如說他的兩個人 弟弟這個兄妹 說哥哥占有四十九 其他兩個人就占有五十一 他人數跟比例都超過一半的話 他是可以用土地法 反正把整棟賣出去 那整棟賣出去 對四十九不是不公平嗎 不會 你賣出去的時候 假設是一千萬 我說我要用一千萬賣 純正信函先通知哥哥 一千萬你要不要賣 他說我願意 你不要賣給別人 我要 不要 那他可以說優先成購 我就可以優先成購 我就把它吃下 也可以 要先寄純正信函 給那個最大值分的人 是這樣子 對 那如果你沒有走 那個程序的話 就可能是 一定要通知到這個最大值分的人 然後他也願意 了解 對 好 那另外就是這個前一陣子 林靜恩被李昆成的兒子指控 他賣房子 他住酒店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賣房子的錢是用信託 來設定好的 然後在每個月給林靜恩 那所以是 所以如果這樣 林靜恩可以這樣 就是說 每個月拿一塊拿一塊 拿一塊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我這個新聞看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是有可能 因為我去查一下 他做的酒店 好像最低的房子 好像一萬二 牌價是一萬二 可是我又看 他有個優惠專案 因為一泊二十 好像不到七千塊 那這個是說 因為他長期住 長期住還會再打五折 還沒叫完 打五折 通常可以打五折 因為從這個角度 你看一般的一泊二十 他都可以打到將近對折 那我又查了 某家知名的連鎖的 大型的飯店 他一般排價六千塊的房子 你怎麼叫長期呢 住三十天以上叫長期 三十天長期 他排價就給你 六千塊的房子 他給你住兩千塊 也就是三分之一 三成 這麼便宜 三成 而且是 那我還沒有給你殺價 還是三十天的 還是公告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長期 是有可能 那我們來假設 來換算一下 今天如果 如果是一天住六千塊的話 那一年不過就兩百 我有稍微乘過 六千乘以 每天都是兩百一十九萬 六千 一天飯店六千塊 厲害 三百六十五天 乘出來是兩百一十九萬 一年要花兩百一十九萬 可是如果它打折 它如果是兩千 如果是兩千塊 兩千算一算一天的話 乘以三百六十五 大概七十萬 七十萬 七十萬左右 你看 你一年 你不用請什麼庸人都不用 你幫你打掃 住飯店 你只要七十萬 那你看 你住個五年 三百五十萬 其實是夠的 那麼回頭過來看一下 到底李昆成那房子賣多少 新聞有講說 大概可以賣到 好像一千五到一千八 如果好的話 可以到一千八 那再加上新聞有說 可能他有一些扣到的 前面有的貸款 等等的 假設扣掉九百 一千好了 也有七八百萬 所以如果 省省的住在飯店裡面 一天住兩千 一天住兩千塊的這個飯店 那你也可以住個十年吧 如果不用 那信託的意思是說 我怕我的錢不知道怎麼用 或 那我只要跟這個飯店講好 我給你訂長期的契約 搞不好就兩千塊 那我就跟銀行講好 我這錢放到銀行這邊 我用訂存 信託兩種 我先講 教你第一種 把七百萬放到銀行這邊 銀行會幫你做訂存 訂存利率一點多 對不對 差不多會比 信託的手續費還高 那就指定說 我就 你就幫我把那個 通常兩個禮拜的話算一起 長租的話 就兩個禮拜結一次 那契約打下去 那兩個禮拜給這個 就匯款給那個飯店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住 絕對可以住到十年 那有第二種方法 如果你會理財的話 有的人會跟信託完之後 請銀行買基金 他基金投資 那投資之後他有收益 假設收益是五%的話 那你也不得了 五%五七三十五 所以他住的時間會更長 這不錯喔 是很不錯的 對 因為我看那個誰啊 那個白嘉莉 好像現在也就這樣 對 用這樣的方法 他說反正他就住飯店 然後可能他這輩子 再花個幾千萬 因為他也七十來歲了 所以這個除了住飯店 那個以防養老也OK嗎 以防養老是一個選項 我們現在因為就是 訊息越來越多 所以有些長輩 他們持有不動產之後 會做一些操作 一個是聖大哥你剛剛講的 以防養老這件事情 就是我把這個房子 拿去銀行 我貸款還完了嘛 然後我拿去銀行 跟銀行做以防養老 那銀行每個月 給我多少錢來 那多少這個 跟你住的地方 跟你這個房子所在位置 有很密切的關係 比如說他們之前 有一個例子是九十歲的長輩 然後房子拿去以防養老 十年一個月拿九萬回來 自從這樣之後 兒孫都孝順了 也會固定回來看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會發零用錢 阿公會發零用錢 因為我一個月有九萬 就很好花 然後這是一個 那另外他如果說 我們之前另外案例 是他在雲林 他透天拿去以防養老 一個月只有三千 因為婚裡面出沒錢 對 那如果說 因為現在又升息了嘛 所以升息 你每個月拿到的利息 會比較少 對 那這個是以防養老 現在比較大的缺點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資產 如果我不會其他投資 這是一個選項 那我們有些人可能 他就是把大房子賣掉 換成一間 兩間小的 一間給 換那個插架拿來養老 對 一個插架拿來養老 另外一間自己住 或者說另外一間請陶敵幫忙租 幫忙租金收住來做這個 那還有有一種是說 就是他把不動產本身拿去做信託 然後包一個海外的 比如說保險 基金 然後用這個東西 他就會有一個收益進來 那通常會進到這一塊 大概就是他的資產部位比較大 所以他最後可能就是會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 穩定的收入 而且通常很多都是因為他店面或辦公室 他小孩子 他不要給小孩分 所以他就用這個方式把產權鎖住 以防養老現在做的人坐嗎 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所以這幾年大概都陸陸續續有寫 因為是政府鼓勵 OK 好 那這個 如果這個以防養老 那如果你沒有錢 不買房也可以當房東 等一下來請教陶敵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林靖恩的例子 大家才發現 好像大飯粘也不錯 好 可以打折 所謂立浩公打五折 其實如果最便宜是那種旅行業 比較厲害的是 去想辦法找到旅行業者 然後旅行業者跟旅館切貨 是更便宜的 聽錯到兩折的情況 兩折 可是因為你需要大量切房間 或大量切十間 比如說我跟你講 我要切三百六十間房間 會不會很便宜 會嘛 那我三百六十天好不好 我一次常住下去 那個切可以切很多的 所以我相信 像白嘉莉去住那個 五星級飯店的那個價格 跟我們看到的牌價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嘴巴講說 我們花了千萬住飯店 可是其實上沒有這麼多 而且你有一些什麼 特殊信用卡 還可以免費升等 所以就是會用的話 都是加信用卡 加什麼黑卡 然後去跟他簽個長期契約 價格其實比租外面的 一般的房子還便宜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人幫你打掃 萬一你在房間需要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肚子餓 叫了就有得吃嘛 我今天頭暈 需要送醫院 要不要緊才不會找你去送醫院 你就直接 服務生把你送去醫院 我覺得很多人 會選擇做這個事情 你有沒有小孩 沒有 可是我去住養老院就好了 因為養老院的好處 雖然感覺寂寞對不對 但是現在養老院的活動很多 還有找很多講師去上課 更重要的是 有人煮飯跟有人幫你 看護你的健康 我覺得健康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寧願去住自己的家裡面 買一間房子住到老死 也不要去住養老院 因為住養老院感覺是 我的兒孫不孝順 我很寂寞才住養老院 可是大家忘記了 你住一般的房子 是需要有醫療照護 有人幫你洗屁股 翻身什麼這些 這些長照的服務的 你這通通都要花錢 那通常你只要一脫床 兒子就不孝順 然後對不對 孝子就變不孝子 那到時候家又要分 所以你跟你太太 都討論好了嗎 沒有 這件事情 不是想你知知 因為需要人幫你洗澡 你太太要幫你洗 到時候就分臉 翻手 什麼離婚 對不對 還不如找專業的 現在養老院比較大的問題 是排隊排不到 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要去 現在有做這麼熱門 高級的 他喜歡的 他想 他要住的那個養老院 就是除了規定 你要好手好腳之外 然後還要有押金 然後他算了一下 他要排到他要二十七年 他這二十七年 我不知道在不在 所以現在開始要排 現在開始要排隊了 我們二十七年後就可以用 所以現在可以 要先排隊 這麼好的是在哪裡 就在台北市的某一個 某一個地方 捷運在附近有一家 很熱門 然後淡水附近 也有一家很熱門 那這麼熱門 為什麼這麼少 因為當初沒有想到 可是我看我有些朋友 他們如果說是 自己很早就覺悟 去住養老院的 我朋友還有他媽媽 在裡面就談了戀愛 然後人生就 媽媽幾歲 媽媽七十幾 七十幾歲在裡面談戀愛 我跟你說 他本來心情不好的 後來進去之後 整個人心情都開闊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你出去是阿嬤對不對 對 你進去裡面七十幾歲 沒啊 真的 而且大家都有錢 他就被成養老院之花 所以你說養老院 他爭風之助咧 就很開心 所以就整個就滋潤 滋潤之後 媽媽現在心情也很好 有朋友可以聊天 所以就會有一些互動 那追他的人幾歲 八十幾 是不是沒啊 真的沒啊 黃昏之戀 黃昏之戀 只是說黃昏之戀 他們就會比較面臨到一個直接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結婚 那後來因為都有小孩 都有小孩可能就會牽涉到財產分配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我們認識有一些長輩的話 他如果看破了 他們就覺得說兩個在一起就好了 不要結婚 那有一些他們真的很想要在一起的 但真的很想要在一起的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小孩在國外 然後你如果真的出事的時候 我們說沒有人簽名 他結那個婚是為了簽名 所以就是會變成這樣子的狀況 這很常見嗎 就是在裡面談戀愛的 這我不好說 其實很常見 就是你想開了就過了 那可是另外一情況是 如果說你才要去理髮院的話 也要小心一件事情 因為前幾天我去 你不是說粉紅收屍 對嗎 前幾天我去理髮院 我就聽到那個 因為大家都去理髮院洗頭 我們家有不好什麼的 開始講這些事情 就是要分家不好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 我記得我以前當房仲的時候 我的學長整天告訴我說 你要去每個禮拜 都要去理髮院洗頭 去偷聽婆婆媽媽說 我們家有不好的 那個遺產要分開什麼的 然後就跟他講說 小姐你好 這是我的名片 你需不需要我服務 就可以賣房子 好 來 對不對 我馬上給你賣掉 你知道嗎 我小姐我那個錢 我不要留給他 我要去住養老院什麼的 然後好 那我幫你賣房子 那這個時候 隨便賣你知道嗎 那你怎麼洗到頭部 你不知道 所以每個禮拜都去洗頭 因為洗頭是一個 很好的紓壓方式 是不是 對啊 這個不錯 好 那這個今天邀請到陶底 陶底買 寫不買房當房東 這是什麼樣的原理 其實因為現在 我們現在面臨高房價 然後房 房價高是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租金也很高 所以這本書的初衷 是討論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降低 自己的居住成本 那因為現在其實政府 一直在不停的推動 包租貸管 其實只要你願意去動手的話 就是說去管理一間房子 然後去把它整理得很好的話 其實你是有機會 藉由當一個合法的包租 或者是合法的二房東 來幫你增加一點收入的 對 去找人要租的房子 然後把它租下來以後 對比方說你 要把它整理過 對比方說你自己本來就是要租 那你去租一個 可能比較舊一點 然後他需要整理的 舊的三房公寓 那你自己租其中一間 那你兩間是不是可以透過 分租的方式 那如果你可以把原本 比較不好的房子整理之後 用設計改造去加值 那你可以租到 比較好的租金收入 所以你自己本來要付給 屋主的那一份 是不是就可以降低 對 那你自己有這樣執行嗎 我自己一開始 因為我之前在上海工作 我剛回台灣那時候 我自己住的房子 我也是這樣子處理 我一開始也是想要降低 自己的居住成本 然後後來去做之後 我發現這樣子的房子 其實市場接受度很高 所以就開始慢慢變成一間 包住代管公司 對 這樣子 那你現在這個公司有 包住代管幾間 我現在的話 就是有一個小團隊 然後專門在做臺北市 幫屋主去做 因為很多房子閒置 其實真的都是因為 第一個屋齡大了 房子越老 其實沒有人住 它會壞得非常的快 那這個時候屋主 忽然想要拿來出租 大部分都是因為 他們看到房子爛到不行了 所以開始想希望有人 幫他照顧他的房子 是 對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處理 比較可能三四十年的老公寓 會是比較多的 那你這小團隊有幾個人 我目前小團隊不多人 大概是四五個人 四五個也不錯 管了幾間房 我們在台北市大概三四十間 三四十間 規模小小的 營業額大概多大 營業額的話 我其實沒有認真的算過 對 賺多少錢 賺多少錢 就是每個月可以過火 我覺得 因為包住代管 其實 誠意一點 對啊 就是可以養活 自己的小團隊 這樣子 對 不錯 就是說可以活化 而且可以 可以有收入 是 好 這個 李文 有四棟豪宅 是採用長命契約 然後有三棟 分別是兩億四 一億五跟一億一的台幣 這三棟 這是跟媽媽共同持有 那李文過世以後 當然就變成媽媽擁有 另外他有一棟是一億二 是跟媽媽還有兩個姐姐 共同持有 那我想請教一下 蘇律師就說 那他老公呢 他老公 在這個房子裡面 是沒有份的 因為這是很特別的規定 跟我們台灣的邏輯不一樣 我們就想說 他跟 不是我新聞看 老公也要增產嗎 老公增產是增另外一塊 這個增不到 因為像我們台灣 就我們常常講說 國外有這種叫聯名 聯名帳戶有沒有 Jone account 對不對 聯名帳戶 銀行 銀行有兩個人名字 我們這邊銀行有兩個人名字 開帳戶嗎 沒有對不對 我們跟國外的法律支付不一樣 他那個不動產是聯名的 他跟他媽媽的聯名 的概念是什麼 聯名意思是說 他跟他媽媽都有所有權 但是他的規定裡面是 如果誰活得最久 假如他媽媽活得最久 那李文過世 這個房子就直接是媽媽的 跟李文一點關係 權利也沒有 不要這麼關係 權利也都沒有 有李文的繼承人 跟這沒關係 這是特殊的法律關係 所以他那三戶的豪宅裡面 就變成說 他跟他媽媽聯名 我問一下 就是說比方說 我跟立方是夫妻 那我們兩個聯名 是 房子 那假定我掛了 這房子就歸立方的 對 跟立方的小孩是沒有關係的 不是 是跟你就是說 怎麼講呢 就是過世之後 跟立方小孩也沒關係 對 應該這麼說 現在就是他的 現在就是他的 就屬於他的 他就跟小孩有關 對 因為現在李文他的先生 因為他李文先生 對這個聯名房子 是沒有權利的 我掛了這個小孩 沒有辦法來主張這個房子 沒有辦法 不行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個就是說 聯名的概念 跟我們的聯名 我們聯名都有持份 說我二分之一 然後你二分之一 他這是完全沒有 是百分之百在裡面 就是說 他就是賭說 誰活得最長 有擁有這個房子 所以那另外一戶 就是他的 李文跟他媽媽跟兩個姐姐 四個人聯名共有 所以目前李文不在了 就跟他 他兩個姐姐跟媽媽 聯名共有 那要看最後誰 假設他媽媽先不在 然後這姐姐不在 最後就最後那個人 是擁有所有權 所以他跟我們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 好處是說 這個跟李文的 他只要這樣做之後 跟李文的遺產 一點關係都沒有 等一下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 接下來要選舉了 那我相信每個想要執政的人都希望說能夠票多一點 那臺灣的房地產 老實講 我覺得價格真的擋得太太兇了 那所以很多人買不起房子 那買不起房子怎麼辦呢 租房子 所以政府也推出了很多希望改革方案 讓年輕人 比方說租金可以補貼 這個等等 那我想請教一下十位 有哪一些是現在是 就是說對年輕人來說 還是家人來說有好處的東西 就是政府有租金補貼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去租約弄一弄 田一田 房東不用同意 你就可以拿到幾千塊一個月的租金補貼 那另外一個是你要去租比較便宜的社會住宅 對不起 假定我的 我是租房子是租一萬塊 我可以補貼多少錢 你要看地點 每個地點不一樣 有了三有了四千 所以地點是不同的 我如果租五萬的 也是三千四千 差不多 就是補助 它是補助你 對 你有能力租五萬 你要給人家要三千 那什麼好意思 可是呢 舉例 不是舉例 真的像你這樣子的 他租五萬塊 他連那個租金補貼 他也要 他會去衛造 人家多減拿你 他也有錢也需要拿對不對 政府有拿就好了 他也會去簽戶籍什麼鬼的這樣 可是就是租金補貼 以前是說要房東同意 你要去申請這件事情 要簽個什麼 現在是因為數量太少 所以政府就直接開放說 房東不用同意 你也可以來申請租金補貼 也是不錯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不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 而且現在十八歲以上就可以 所以大學生租屋也可以拿來 拿去要補貼 那這影響很多人 但是他有一些收入的限制 你太有錢的話 就不符合資格 有排富 那像那個蘇律師這樣 就要看他 那看他的作帳如何 是應該是房東吧 對 有房子的也不能 有房子不行 對 收入太高不行 對 然後十八歲以上 對 但是有個小問題 因為房東也都知道 你們會幹這個事情 這樣子會害我要補稅 因為你雖然房東不用同意 那你就去申請 那政府就知道說 我有在賺錢 我這房子出租出具 然後雖然現在政府說 我們現在都不會查稅 你放心 但是這句話 我們都知道是騙人的 以後任何政府都可以拿這個 去查稅說 你是當房東 你要給我補稅這樣子 查的可兇了 對 我們在做包租代管 其實太清楚了 就是現在政府 對於出租房的這個查稅 是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麼激烈的查稅 就是從去年開始到今年 他推這個 一直擴大租金補貼的目的 只有一個 就是要逼房東扶出檯面 對那所以其實現在 你所有政策裡面 對於房東來說 其實最痛的 就是租金補貼這一條 因為只要他有一個租客 成功申請租金補貼 他就一定會被查稅 所以雖然他會變成公益出租人 可是你知道大部分的房東 他如果從來沒有繳過出租的稅 他看到的只有增加 他說你跟我說什麼優惠減免 我從來沒有繳過稅 對那有一類型的房東是說 他會考慮將來房子要賣的時候 他會不符合就是我們的 自用住宅的自用稅率 比方說土增稅他不能適用 就是一生一次的那個 土增稅自用優惠稅率 還有房地合一的重構退稅 四百萬免稅 他也不適用 所以他們會非常非常 介意這個稅付的增加 那房東有收入需要交稅 就是說租稅 如果以用租稅正義來講 合理的 讓他們浮出來不好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 他現在就是 是一個陣痛期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成本都在增加 租客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租金被漲 所以 對這是真的 因為房東他一旦 知道你有補貼 所以幫你漲房租 有兩類 一類型的房東是 他真的被查稅了 他第二年他接到補稅通知 他就會很生氣 就說你怎麼跑去給我申請 可是那是他的權益 可是這個房東他 第一個他在租約期間內 他不能漲租金 可是他可以不續約 所以接下來就是 那我不要租你了 你搬走 可是他就會接下來 像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媽媽租了一個房子 本來兩萬八 然後因為他去申請了租金補貼 房東補了稅 他後來到期不續約 把他趕走之後 下一個禮拜他又重新掛牌 重新出租 上面就變三萬二 歡迎申請租金補貼報稅 那個租金漲價了 對 他就直接把他的成本 轉嫁給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稅圈基增法裡面直接規定 如果說像這樣子的行為 他追稅期間可以五到七年 那因為我們的稅付 就是租屋所得 他是併入所得裡面 來去做計算 所以有些房東本來不用繳的 可能就跳吧 併入什麼所得 個人所得 所以併入個人所得 最大問題 他可能本來不繳的 變成要繳 本來要繳的變跳趴 所以我們現在也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在未來 有機會我們就把租屋的這個 這個稅付 應該繳的部分就拉出來 他不要併入所得 那可能比如說 我就是一萬塊錢 然後你每次一趟 我們就一年可能就是一千塊 OK 就不要影響到你的個人中的所得 對 那可能狀況會好一點 所以現在房東最常跟房客 講的一句話就是 最近夏天電費漲價 可是我已經給你簽了一度五塊 所以你要補貼給我這個錢 補貼什麼錢 電費漲價的錢 水費漲價的錢 還有那個管理費也漲價 或是說我幫你倒垃圾的錢這樣 最近修了一條電線 要補我三千塊之類的 然後去補那個稅金 就是在合約內 他用這個方式去補這個稅金費 我去國外吃飯 帳單裡面 給你下面加了一個叫 Inflation fee 通膨稅 通膨費用 真的 就是起給 這你會有 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房東就問房客說 那你要不要繳嗎 你不繳的話 那我就是你就出去嘛 那有時候通常都是在 租約到期 前兩個月就跟通知 你說我現在就給你漲這個稅 你要付給我 那另外一種比較 更惡劣的房東是 因為你的合約書上有寫說 如果因為稅付增加的話 你要付給稅付增加的錢 給房東 但是就是 你如果敢給我報稅 那個錢就要你要繳給我 所以就恐嚇房客說 你不要去申請什麼租金補貼 你叫我房租增加 我就把你趕走這樣 了解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房租 一次增加一個月增加個三五千塊 當然是租金補貼造成的 可是也是有一些房東 真的滿要求 就直接跟房客要這個錢 對啊 那 實惠你為什麼說 現在小套房不流行 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其實大家算得出 社會住宅量有多少 那雖然現在有好幾萬戶 包括已經釋出跟正在蓋的 小套那個社會住宅的量 大概就好幾萬 那這好幾萬 但是第一批上市都是 一下就額滿了嘛 一下就租滿滿的這樣 可是其實對於房東來講 投資客來講 他寧願去選擇像陶迪那種 三房兩廳改套房的 這種比較違法的東西 就是三房改套房 然後不要去做申請 就直接改套這樣 我沒有違法 我不是說你這種 我說真類的 那個現在都很兇 三房改套房 你有專心的上前 有他有專心訂 對 因為你去弄一個三房 然後改成那個 實建一小套房 這種是最好賺的 然後那可是呢 小套房 獨立的小套房 因為社會住宅 最後還是會世俗 所以你要弄小套房 就是會變成要將加衛衣設備 對 將加衛衣設備 然後接接管子 然後張淑金就會出現 又亂接一通 比較便宜這樣 就是張淑金的接法 真的很便宜 那個水管 隨便接就有了 然後也能夠留掉就好了 那可是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那不是現在被關了嗎 被關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講他這樣 對 沒有 等他到時候跑來 我們攝影棚說 你怎麼樣這樣子 因為這種事他做得出來這樣 好像還判滿重的 就多幾年了 那可是小套房 這些社會住宅 比如說二十年後 房子老了對不對 租金會遞減 會越來越便宜 所以對於台北市的投資客 覺得我買一間獨立小套房 那乾脆不要玩這個遊戲 所以乾脆來跑一跑 所以目前台北市 十大社區我們說 轉售量最高的前五大 有四個都是小套房 那有些房價也漲不起來 比如說萬華有一個 網紅住的一個小套房 因為裡面什麼事都發生過 青森 燒炭 賣銀 毒品什麼都有 才剛好沒幾年喔 然後可是那個房價 大概已經過了六七年了 到現在一毛錢都漲不起來 但是轉售量非常的高 大家一直想把它賣掉 對 因為小套房你也知道管理不容易 因為最後都會輪到 那小套房不流行什麼流行 台北市喔 台北市什麼都不流行 台北市連豪宅都沒有人買 然後小套房又賣不掉 那台北市的三房兩廳又很尷尬 所以現在台北市就有點尷尬 那台北市讓你說到這樣 真的很尷尬喔 因為你隨便買一間 你比如說正常的三房兩廳 就要三千萬五千萬 也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的東西 對 所以台北市流行是巷子裡面蓋的房子 就不是大馬路 地點沒有特別好 可是它的房價不會這麼的高 這個大家不能夠接受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行廣告 好 另外呢是這個我們現在 如果你房子太多間了 好像這個稅率都提高了 如果你是自由住宅的話 只有一點二趴 那如果我是兩戶 三戶 四戶 或者超過四戶呢 請教一下地方 好 現在就是政府 他有要再推一個東西 叫做所謂的房屋稅的差別稅率 二點零的方案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以前就是大家都說 存房稅 存房稅對不對 就是我房子太多 那我有可能就是 我要繳的房屋稅會比較貴 這是大家理所當然 可是以前是 他是依照不同的縣市 比方說我在台北兩間 高雄兩間 臺中兩間 課不到我 因為他是用縣市 那這個新的方案上路之後 他就變成全國歸戶 換句話說 就一查一下 我原來我有六間 那我就是三戶以上 我就是要被課比較高的稅 那以前的這個相關的稅率是一點 因為他會差別稅率 所以他從一點五到三點六 然後現在會變成是兩 到四點八趴 這樣子一個辦法 那如果你是只有這個自用 住宅的部分 反而他是下降的 一點二趴變成一趴這樣子 他就是鼓勵 你就是要自住 不要去囤房這樣的概念 那後面的這些相關的 比方說你有一些特定的房屋 像你出租 然後但是你是很誠實的房東 你有去申報這個相關的租金 那這些相關 他也有一些稅率的這個變化 好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有去試 但是我有去算過 假設我剛剛就講說我是從 對不起 如果我是自住 那我的稅率是一點二趴 是不是 對 一點二趴 但是一間 但是現在你 你只要有登記自住 你就會變成是一趴 價降 鼓勵你自住 對 OK 那如果有兩間呢 兩間 兩間就一樣 應該這樣說好了 我們在財政部上面的 你所謂的自用住宅 他就是給你三戶的這個擴大 那像剛剛立方繼續 一個人三戶 一個人三戶 然後這三戶的擴大是怎麼樣 如果說我徐某人不仁不義 有在全國有十間房子 沒有嗎 我沒有 看起來你很有潛力 我看起來 然後假設我今天可能這三 我可能比如說時間 像剛剛立方講的 就是說我可能這時間遍布在全國各地 臺北就三間 好 那臺北那個時候 現在最高稅率是三點六 那三點六的時候 我可能其他縣市 最高稅率只有一點五 三點六是幾間才三點六 對不起 就五間 應該是三間以上 他最高到六間 那這個是 比如說好 我今天是那個三間一點二 我們剛才講三間一點二 對不對 然後我如果到了第四間 第五間的話 是二點四 第四間 第四間 我如果是 對 第四間跟第五間都是二點四 但是我如果到了第六間的時候 我是四 五 六 全部都是三點六 所以一句的 六以上的都是三點六嗎 三點六 含就是三以上 三到三以上 不管多少 如果你 catch到那個路 第四跟第五不是二點四嗎 但是不好意思 你有了六 你有了六之後 我本來也以為是第四 第五是二點四 沒有 他現在是 他為了要罰你 所以他的第六間 就一起調了 就一起整個連四跟五 一起往上調 但是就很可怕了 因為他以前沒有全國歸戶的時候 那臺北是一定 臺北是通常最貴 通常最貴 臺北就辦自用住宅一點二 那我其他縣市可能一點五 那我就說讓他用一點五 但是我現在 我現在全國總歸戶的時候 我就鼻子摸摸臺北市 然後其他縣市的話 比較低就隨便了 比較低隨便 但是都會弄到四點八 這新的稅率 這新的稅率 大家以為過了 還沒有過 不好意思 他才從行政院會出來而已 還沒進立法院三讀 什麼樣的情況下變四點八 就是等立法院通過證 變四點八 要再升 要再漲就對了 所以這等到立法院 如果按照目前行政院的規劃 是說到了一百一十四年的五月份 繳房屋稅的時候 你才會有遇到這個事 那這個四點八是指公告限制的 應該叫做你房屋稅的稅期 因為我們的房屋稅是 你的那個單價 就是你的建築 它的營造的那個單價的成本 乘以面積 然後乘以路段率 乘以折舊 再最後乘以稅率 好 那所以三戶 以內都一點二嘛 那這個 我有 我有這個 六戶 六戶 然後我必須要三點六對不對 對 你的 但是你前三戶是一點二 四五六就是三點六 對對對 好 那可是我一戶才十八平 對啊 那我六戶也才一百零八平 是啊 可是蘇育師兩戶都一百八十平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就假設我有很多套房 我六戶還沒有到大家一戶 他以戶為主 不是以那個 就是面積為主 所以你的小套房 但還是對有錢人 那個比較好 乖乖有錢人沒關係 那兩戶就是自己住爸媽住 那如果你是不乖的沒錢人 你有六戶金屋長焦 長五個焦 那你當然要被多割點稅 我焦如果要長也不止五個 好 你知道 好 你最像 不是五個 不是 你看 信力計畫區不是有個建築 是這樣的嗎 哥吉拉大樓 真的 哥吉拉 那那個一戶幾坪 那這兩三百啊 我聽說是 那你那一層兩戶 它一層兩戶 如果你整層買的話 這是更大的嘛 十八億 那也只有一戶啊 一戶嘛 對啊 假定三百坪也只有一戶 那也不享受一點二 可是問題是 你的房子很貴啊 所以你一點二算起來 總價還是很高 還是有上百萬喔 對啦 因為那一間 我們有幫他算過房屋稅 是七百多萬吧 我簡直這樣 對 那一間 房屋稅七百多萬 一年要繳的 坪數大啦 還沒有包括算地價稅 土地另外 土地另外 一年 你有十八億 你也不會在乎那幾百萬 沒有 我覺得這個社會這樣 只算戶數也怪怪的 可是其實它太輕了啦 因為這個東西 還是沒有辦法阻止什麼 大家去囤房 炒房的一些決心 而且不管怎麼樣 還是會墊到這個足晶 就是又調漲房租 如果真的要做囤房稅的話 應該來個一百倍 兩百倍 就是真的很恐怖 讓你不要囤時間 你一個人為什麼要囤時間房呢 對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遏止囤房 應該是用真正的囤房 而不是建築 假裝給你摸一下頭 有朋友就說 自己的人頭自己升 搞不好出生率就因此了 這地方很適合 很適合買很多房子 不要這樣子默默被發現 我認識一個人 他跑來跟我說 我告訴我 你一定要歡迎 我說怎麼樣 說這個政府很不合理 一直打房 我說為什麼這樣打房 怎麼不合理 他說他四十幾間房 現在實在很適合老闆 華老公 這個剛好今天我們的主題 真的 有防煩惱多 真的 來 我們先休息一進環道 那陶笛你現在自己有一幅老房子 你說樓上漏水不處理 你很困擾 我覺得老房子真的 就是要面對就是修不完的問題 因為我們大部分幫屋主處理 真的都是老房子 那我自己有一間在台北市 也是四五十年 那因為他就是基本上 整棟樓的鄰居都在等都庚 四五十年你知道 那個攝護線都不行 吃南瓜也沒有用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很健康 鄭大哥你有嗎 幹嘛撇清啊你 我沒有 鄭大哥你有嗎 對啊你 我跟你講 子弟無鷹三百年 你怎麼會老 對啊 所以他就是 我大概每隔幾年 都還是要去反覆處理 他那個沒有辦法 庚治的漏水問題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漏水是從樓上 他的窗框 那個外牆的 因為他整個房子結構 其實已經都是已經老化了 所以樓上如果不修的話 我樓下我頂多就是 我自己這一層做防水 你說我防水給你做到樓上去 那我成本也太高 那我上去他的房子看 他讓我進去看 我說漏水嘛 他那個房間 自己就跟廢墟一樣 他就是當倉庫 他沒差 他就兩手一攤 我就等都更 我不想修 那我怎麼辦 我就只能自己悶著頭修 所以 不是 那你上面漏 你下面修沒有用啊 就是只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去從裡面 把水盡量擋在外面 可是大概每隔幾年 還是會有一點勝進來 房客有沒有那種很難的 很難處理的 房客 因為我篩選租客滿嚴格的 所以我自己出租的房子 租客倒是都還好 他在約看之前 我們就會先請他填表 問蠻多問題 然後也會先做一點 背景調查 你會覺得這個不要 不要助他 沒有禮貌 其實這個是我們現場 對 因為一個沒有禮貌的人 通常進來之後 我們的經驗就是 他都會反映在很多 跟你互動 比方說 他會不配合你的生活公約 對 因為我們是sharehouse的形式 都會有室友 那他可能會常常不願意配合 那比較我型我素 通常就是在 我們待看的時候 跟他互動的時候 其實都會看出一些端倫 像十位這種主持人 沒辦法控制的來賓算 對 他看起來就很失控 我們不是在講攝護線嗎 OK 還有什麼 沒有禮貌 對 然後 我們問他的一些就是問題 他可能都 具體是在閃避 不是很想正面的回答 尤其是關於他是做什麼的 然後他為什麼要在這邊找房子 他的行業也不能講 對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有疑慮 這樣子的住客 那欠房租這個小事 欠房租 在我的房子裡面 其實蠻少出現的 就是我覺得前面的篩選 真的是蠻重要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像租一些比較 就是他可能對於租金的這一塊 比較要求的人 他有時候到最後那個房客 就是他真的要付租的時候 會有一點問題 我前一陣子才幫我一個朋友 處理一個案子 他那個是房客贊助 然後都不走 後來我們那個朋友就去告他 那告他的時候 也是拖了大半年 才順利把房子拿回來 可是我們就去看他 因為我們那天還同時找 看換鎖的搬家公司 然後去看 整個房子亂七八糟 這很麻煩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就是說回 為什麼我做的都是share house 就是有室友的公寓 他有一個最大好處 就是你說 你看套房 他欠缺租金 我們要怎麼去追討 你就坐在門口乾巴巴等他 可是我們 因為share house 我們是可以進到客廳裡面 我就坐在沙發上面 舒服 比較舒服 欸